好 早到回到台灣要住的檢疫所之後 接下來你要去哪裡 或者是包含你要去就醫 防疫計程車的量夠不夠也是一大問題 目前春節返台專案是採7加7 你在7天這個居家檢疫期間 所有移動的過程都是需要防疫計程車的 不過根據了解 目前台北市防疫計程車的量只有30台 不足770台 另外新北市的部分也非常的缺 現在只有25台 大概還有200多台是不夠的 那台中的部分呢 現在也只有12台 還缺了258台 高雄也很缺 大概還需要50台的量 全台加起來至少還有1483輛計程車的缺口 指揮中心現在也說 會持續的跟業者溝通增加量能 農曆春節剩下幾個月就要到了 這次預計會有2.6萬人返鄉 指揮中心為了減少防疫旅館需求 放寬檢疫規定 但卻讓防疫專車量能暴增 根據公路總局統計 臺北市最為吃緊 目前只有30輛 但預估需求800輛 還差770輛 新北市則差225輛 就連臺中 臺南 高雄 亮門也拉緊報 截至15號為止 全台防疫專車 總共需要兩千兩百四十五輛 目前還差一千四百八十三輛 會這麼急 就是因為指揮中心放寬措施 民眾只要打完兩劑疫苗 可採用七加七檢疫措施 也就是前七天防疫旅館 後七天可改居家檢疫 但從防疫旅館移動至居家檢疫 甚至是PCR核酸檢測 過程中都必須搭乘防疫專車 機場外頭擠滿人潮 明年春節旅客入境高峰期 預估在一月三號到一月十六號 平均每天入境旅客會有一千八百五十七人 中央地方繃緊神經 就怕量能不夠 全亂了套 華爾新聞 高雄林志淳 台北報導